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來分享一個非常快速簡單的 我平常出門非常日常的妝的打扮 好 那我們先就開始吧 首先呢是打底 因為我自己的皮膚真的很乾 然後我喜歡上底妝之後 我這種嫩嫩的水嫩的感覺 所以我最愛用的就是這個打底霜 那也是唯一我大概已經用掉了五六支 七八支可能都有了 真的很好用 好 之後呢粉底液呢我用這一支 這個是CPB的這個叫什麼 Radiant Fluid Foundation這樣子 這一款呢遮瑕力呢不是很好 但是很滋潤 塗上去皮膚很舒服 那對於日常來說 你只要很少的遮瑕 然後呢讓皮膚的膚質看起來非常的嫩的話 這一款是非常適合的 而且它的妝感也不厚重 那如果額外需要這個加強的地方 我會稍微再塗厚一點點的這個粉底液 粉底液就好 我不會特別去用遮瑕膏 因為你的本身的妝感就不厚重 如果你用遮瑕膏的話 我用遮瑕膏的話 反而非常明顯 好 接下來呢去畫眉毛 我會用一張Tissue 就是把眉毛這邊的這個 臉部的這個油脂給吸掉 這樣子的話之後的眉毛畫起來會比較持久 臉上其他地方我就會避免 因為我喜歡保持這個有光澤 嫩嫩的這種水潤的感覺 所以我不會去特別去吸它了 我會先用愛莉小屋的這個眉筆呢 先畫這個形狀 我先用它的這個刷的這邊 稍微的刷一下 好 那因為我的眉毛有秀過之前 所以它的形狀是非常的彎 那我呢 盡量想把它畫成平眉 但是呢 因為形狀有限 所以呢 很難畫得非常的平 就盡量 那我會先用眉筆呢 勾勒出一個盡量平的形狀 好 這邊是有勾勒形狀 那盡量就是畫兩條直線 就是這麼簡單 那我先把這邊也補上 因為這一次呢 是日常妝 日常妝我就不會用到眉膠 如果是比較濃的妝 我會再用眉膠去畫 那這邊就是快速簡單就好 所以用眉筆就是最快的方法 好 兩邊的眉型都勾勒好了 之後呢 我會用這一支 是Hourglass的這個眉筆 因為我覺得它相對持久度 比這個愛莉小屋的要好很多 而且顏色也比較的剛剛好 適合我現在的髮色 我用它來畫這個 描這個中間的顏色 接下來呢 我會用染眉膏稍微的 染一下顏色 我們接下來畫眼妝 我用的這個是日本的這個叫什麼 Integrate 就是這個的那個眼影膏 這一支的眼影膏跟我愛用的RMK眼影膏 是完全不同的 RMK眼影膏它的這個眼影膏本身 顏色是非常的濃郁 然後非常的持久 那我發現這個眼影膏的顏色非常淡 而且如果你單用的話 其實相對也不是太持久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這個搭配的這個 粉質的這個眼影呢 非常的細膩 然後塗上去之後呢 兩個人配合在一起 它兩配合在一起 就會非常的這個好看持久 然後呢 也不會說太突兀 就是非常溫柔 非常百搭的一個顏色 好 我先用眼影膏打底 基本就是塗在整個眼睛上 好 眼影膏畫好了 接下來呢 我再沾這個同款的裡面 這個非常細膩的這個粉 沾在你想要畫這個深色的地方 那如果你淡一點呢 這個粉的範圍呢 可以小細一點 那如果你想要眼影看起來 稍微濃一點的話 這個粉呢就可以稍微寬一點 那對我來說 因為我覺得說 單塗這個眼影膏 會比較容易暈染 會積線 所以我會把這個粉質 稍微塗的過來一點點 外面一點點 因為這個粉質 覆蓋到眼影膏上面之後呢 就相對的會變得非常持久 那這個眼影粉呢 就畫好了 完全不需要任何技巧 就是稍微的塗一點 然後看你的這個寬度 深一點 淺一點 非常的容易這樣子 那我們繼續就是畫這個 內外的眼線 好 那現在身內眼線已經畫好了 那我繼續畫外眼線 那眼線呢 我就不想要畫得非常的粗 就是淡淡的就好 我喜歡用這支眼線筆 因為它可以畫得非常的細 它的線條 所以非常適合這種細的時候用 如果你想要畫很粗的眼線的話 我建議就不要用這支 因為你會一直描 一直描 描好多層 那外眼線 內外眼線都畫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 就是非常的不是很明顯 就是淡淡很細的這樣子 一條線 然後呢 讓眼妝看起來更加的自然啊 連假睫毛 我會準備一個小鑷子 就是以防沒黏好的時候調整來用 對我來說 那黏假睫毛是一件非常快速的事情 用它比刷睫毛膏要有效果很多 而且省時間很多 所以對我來說 我會更喜歡黏假睫毛 就算是日常妝 這個的也比我自己刷睫毛膏 看起來更有存在感 也更方便 而且卸妝的時候也相對方便很多 接下來呢就是用睫毛夾 把真假睫毛夾在一起 之後呢我會用一支黑色的 液體眼線液筆 稍微的把假睫毛的梗描繪一下 讓它就是不要那麼的突兀 盡量把它隱藏起來 那液體眼線液筆呢 我不會畫得非常的重 就只是細細非常細的一條線就好 那我這個很細的黑色液體眼線液筆也完成了 我之後會用一個睫毛膏 輕輕地刷一兩層 就只是把真假睫毛刷到一起去 不讓它們分離就好 好那眼妝呢就基本完成了 那如果是你可以在這個基礎上來 可以再多加一點點的這個修飾 比如說有些人喜歡畫臥蠶啊 或者是畫下眼線啊 或者是畫下眼影啊 或者是打亮眼頭 這些呢都是隨意根據你自己的 這個當天的妝容 跟你這個想要妝的這個濃淡 然後根據你自己的眼型 那我會用一個T恤 把鼻樑這邊的這個油脂 稍微細一點點 因為我鼻子非常的不是很高 所以我就算在淡妝的時候 我也喜歡畫一個這個淡淡的鼻影 我會用這個自生堂的高官 這個PK107刷一下這個淚溝這一邊 用輕輕點的方式 點壓的方式 這樣顏色會比較明顯一點 然後把顏色呢 稍微範圍擴大一點到這裡 這樣子呢之後上腮紅就非常的漂亮 淚溝處也畫好了 我會再用一支非常淡的這個腮紅畫 畫在臉部 然後一支很大的刷子 那今天呢因為要上鏡 所以為了上鏡的漂亮呢 我會再修一個非常淡的這個修容 平常的我就不懂修的 一下下就好 好最後呢就是畫好全膏 頭髮啊我現在暫時搞不定 我還要去這個浴室稍微的吹一下 弄一下 那之後我就給大家看照片就好 因為現在 早上起來整個就是超亂 那今天這個非常簡單快速的妝容呢 就完成了 希望大家喜歡 又到你先排一下 到你來吧 到你前面 到你後面 快到你前面 沒有,你不要到你後面 感谢观看